當然,我們本身的頭,這個就是我畫出來的分區圖 這個就是頭,其實最主要是一個馬尾 馬尾都會將頭由左邊一邊開圓 比較大一點,到後面的耳朵背位置,上到耳朵頂 就會將這個圓紮到左邊,大概在微角這些位置 距離的勾拉位,要是全盤,有沒有很清楚分區 不知道的,可以出來,看看這個風洗頭 再或者,外面的白板,我都會將分區圖畫出來 這個就是我本身的頭的分區圖 當然,當我了解到頭,因為我要塗髮泥之前 我要下風筒吹之前,我需要知道我們的方向,向哪個位置做 然後才再決定我們怎樣下風筒吹那個方向 因為很多時候,一個頭,譬如剛剛插袋也好 或者她進來做頭髮都好 她的頭髮全部都向下 但當我晚妝的續力要往前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頭髮紮結都不貼 紮結都這些位置都可能會鬆出來 這個時候,我就要輕輕塗一點白泥 令到頭髮沒有那麼鬆鬆散散 然後再加一點風筒,加熱,出回這裡 是不是有人有帶風筒? 沒有帶 不是,由於太多人沒有帶,不如說有沒有人有帶風筒的舉手 都可以 聽話 繼續 如果我吹的時候,沒有帶的就等先有帶的用了 然後再問一下她們是否有帶風筒 那我塗髮泥呢 馬上問你這個月子米 我會先加一點髮泥 這個髮泥是沒有那麼黏性那麼重的 會比較亮一點的髮泥 普通來說是比較淺的髮泥 大概30元左右 這些髮泥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牙身的 如果你是現在的男生髮頭的灰色髮泥 就不適合的 或者比較稠的髮泥也不適合的 儘量選一些,當我的手指夾得挑 它的時候 然後輕輕在掌心上 搓一搓 你會發現這髮泥會比較亮一點的 這髮泥會比較亮一點的 我會將髮泥 輕輕最主要是塗在什麼位置呢 因為這次我最主要是把髮尾的方向 去右手邊的額角位置 所以我只需要把這份頭髮 全部塗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的髮泥一邊塗的時候 我就要向著 它的左手邊的額角 輕輕塗在髮根上 輕輕塗在髮根上 令髮根有少許髮泥 怎樣為之 當我炒上去的時候 它不會掉下來 這樣就算是舊 那什麼叫過多呢 就是當你還沒揉勻它的時候 一劈髮泥一邊塗下去 就要過多 我將頭髮一份份 向著我要紮 馬尾中心點 大概 我不需要完全 很仔細 但是 都盡量 我要分的時候 都要看到髮根 一邊向中心點的方向 一邊塗的時候 少許 沒有的時候 就 蓋下 看完之後 這個耳朵或這個底部 都可以有少許 因為我們最後的頭 我們不是做毛的地方 都會往上去 所以輕輕在勾拉位置塗少許 但是我們的方向 都是由始至終 都是向前壓 這個中心點那裏 後面就是一個 最重要是 有個髮根位置 我就可以塗下去 有個髮根位置 這些位置就可以塗下去 當我炒少白泥之後 你會發現頭髮 沒有那麼鬆鬆散散的 我這個時候 就會找一個 擦梳 這些擦梳 你會發現 它面上會有些膠珠 這些膠珠 是用來防止刮的時候 刮通過客人 這些凡是有膠珠的擦 都是主要用來落頭皮的位置 所以當我擦完髮泥之後 千萬不要找些很密的梳 很硬的梳 去疏通頭髮 因為你擦髮後 這條頭髮某程度上 它的黏性就會重 如果找一些很硬的梳梳 你會扯斷人的頭髮 所以我會找一些 俗稱叫擦梳 擦梳 擦梳 你會看到有些膠珠 我會輕輕擦回去 純一點 喂 早上 按摩的 按摩的 這樣 按摩 阿姨 等到白梳 你會看到頭髮 Kathryn 所以我最主要是把這個圓的頭髮壓回到胃尖 如果做真人的時候我會用這個 因為我們習慣用這些嘛 大寫人的這些就 因為這些是太尖 由於這個太尖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用一些 剛剛講過有咬豬在表面的刷下去 又會防止刮痛人 因為我一直在做的時候 都是以當作真人來做 因為我也是掛開做一些不是真人的事情 所以現在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以不要弄痛人 刮痛人為主 那他的壓角 即是前面一份 是我中心點 一份份出去開了頭髮 帶了過去 你說 Alice 我不吹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但是只不過你做的時候沒有那麼貼 做的時候沒有那麼 人家砸的馬尾那麼實正 因為如果你要砸一個很漂亮的馬尾 是需要很多事前的功夫 漂亮到馬尾能夠吸收緊的 他不會磨的 一坐下來 拿貼的一砸很穩陣 我都不行 你要做很多事前的功夫 而我剛剛做的 茶法來也好 找風筒吹的也好 很多事前的功夫 看回上前 如果有些人選擇不吹的時候 就可以茶完法來直接炸 但是我要求的 我自己會 原來一點 人齊味了應該 可以 由於中生點在左邊 所以我把頭髮 一份份帶上前 如果你想正面看到東西 就應該放一點 或者用方式夾著它 如果做了動作的話 首先要看看化妝味 如果本身Model 或者客人已經是爆妝的時候 盡量用方式夾著它 在前面那邊的位置 先夾著它 這樣一份份去做 這樣就好一點 例如以我剛剛右手的這份份為例 我的側被吹 我放上去 我擦極 它都會滑出這些位置 所以我就要先下風 將它拉上去 然後輕輕地滑 你的風筒還要動 不然它會叫你 然後把這個 在旁邊的外拉位置 放在旁邊的外拉位置 現在把這個氣管放在旁邊的外拉位置 將它向我集中 上前後 我輕輕地在旁邊的外拉位置 就是抽上去,加加些 這是我要做的髮根方向 和處理頭髮高的質感 當我已經處理好質感和風筒出正確的方向 我就開始畫這個分區 當我畫這個分區的時候 我會從左邊的眉封這個位置 眉頭剛剛過一點 畫一個大一點的圓 然後再去到後面的耳朵背這個位置 圈會比較大 所以我會先在頭 左邊的眉頭位置畫一個圈 如果一般你們做化妝的小畫分分線的時候 你想畫得比較好 就一定要貼著頭皮去過 不要離開頭皮 一離開頭皮 你的線就不會清晰 然後我捐 去到後面 耳朵背 還有一種猶豔 儘勁令到頭髮 稀有細緻 才會做得到 圓可以大一點 但記得由左邊的眉頭開始分 即是左手邊的眉頭開始翻 然後轉到後面 其餘不關事的頭髮 就用一隻Long Keep 當我處理好 這個圓的分區 當我分了這個圓的分區 我將頭髮一份份帶上去 看看有沒有接橡皮 帶上兩隻頂結 謝謝 謝謝 如果比較Kick的話 就用炒 因為我已經吹了髮筋方向 所以頭髮會比較容易 一梳就貼 但記得我本身紮的時候 方向就在它的額角位置 然後距離它本身的髮線 有沒有寸半的位置 我用完這個刷 搓完之後 尾部可以不需要你去轉 那就找尾部梳 去收緊 上面 後面 就是 底下 到前面 就是這一塊 摸那個梳 我想用它再多一點點 再收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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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它的壓角位已經結束了 我预计在压角位置 距离外线 留意一路收紧的时候 我用手指尾去压住手指尾 因为在上面来说 到最后我一路收紧 然后再找尖尾缩在底部 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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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位置不可以有任何空间 然后将顶夹穿到银巾 里面有两只顶夹 我不需要抹大顶夹 我只将手指尾轻轻放开 然后向下拉紧 转向上面摸回 现在我转了圈半 我可以问摩托会否很紧 如果它是紧的时候 你自己放松一点 它说OK了 你就可以继续转 因为当我转了圈半的时候 我的左手就可以放 我只用手在下面 你不停地向下拉紧 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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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店 OK 我看一看 我会先叫大家做这些 因为分区和落点位置很重要 你可以先下个法例 如果你要吹到好贴 你就可以等别人用风筒 不过 有件事你们未开始之前 我都要说一说 因为我一直做的时候 就会用这一把 我们叫做比赛梳 即是比开赛就知道 它会比较尖 但我不是售仇 因为 因为 是当今晚做得最漂亮的歌位 卡比sir说 我会送一把出来 他就叫我在你们当中 做一个 找一个是做得最漂亮的 就把这把造型梳送给 对 抹大眼睛 快送 如果你说 买一把几次 是的 这把尖尾梳 我们比赛用的尖尾梳 是要几个水的 因为它全部要做的时候 做到这个尺 要很尖 卡比sir说 谁做得漂亮 就叫我送给他 所以大家就要 给点心情 多数人拍手 你自己拿 各位可以开始 我要先砸到马尾 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